老花一热梅养花视频鉴定啊 以前光说错的 给大家分享一点对的 养花浇水要比开的坑 三角梅勤浇水 一年难开花 对 三角梅勤浇水 一年难开花 这是对的 为什么呢 三角梅是非常喜光的一个植物 光着不足的肯定是不开花的 略微的控水 会让它开更多的花 它自己就想 这水有点少啊 别想长什么叶 开花吧 嗯 知道吧 就像你家 没多少钱的时候 就赏着给孩子吃 就像咱俸膜 我不吃肉 我白吃你吃吧 对就那样 略微的控控水 它爱开花 好吧 肥料这一块 不用补很多的零甲肥 只需要通用 就够了 薄肥就够 请教金钱树 神仙留不住 这个金钱树这个呢 它的一个下边的这个根系 就像土豆一样 特别的粗壮 有块银里的 里面都储存 大量的水分和养费 花儿们在养的时候 尽量的可以选个略大一号的盆 浇水这一块呢 等到干了再浇 不干不用老是浇 干透了不要紧 摸一摸叶片稍微发软了再浇 都不晚 然后呢 该施肥的还是要施肥啊 有的话说老花 你老是强调施肥呢 其实植物的一个施肥 跟人吃饭是一个道理啊 人一天三到四顿 植物是一个月三到四顿 所以说 你起码你 正常人来说 是吧 经主你别忘了吃饭 并不是因为我开饭店这个样子 你简单一概他 请教发财术 最后剩个猪 这个发财术也是一样的道理啊 发财术的话呢 它的耐旱能力很强的 你像我在楼房上 也养过一棵发财术 这一棵发财术呢 一年我只浇个三四次左右啊 就是 看那不行了 我才浇一点 基本上好多花儿都这样 那有的花儿都不一样 发财术来了以后 认为多浇点水 好发财啊 所以说呢 就最后就改了 杜鹃花喷水 叶片一枯萎 然后呢 下一个他说到杜鹃花喷水 这个啊 其实是不完全对的 他拿的第二盆花的 也不是杜鹃花 杜鹃花是可以喷水的 可以喷一些纯净水 但是要喷雾 好吧 杜鹃花呢 它对于空气湿度的要求高 好多的话 我认为喷水能够增加空气湿度 结果呢 就完美的喷 完美的焦 而它的根系呢 是那种毛细根须 一搞不好啊 它就容易出现一个什么呢 积水欧根 然后就枯萎了 它也是喜欢光照 喜欢空气湿度高 您拿捏这个事 下一个呢 说芦荟水浇心啊 芦荟呢 它是有个叶斗 里边浇水的话呢 容易烂 它不像凤梨 凤梨喝的 就是大家吃到的菠萝一类的 一品红之类的 它那个叶斗里面 是要纯水的 而芦荟是恰恰相反 心里边 千万不能纯水 一旦浇进去 及时的给它吹出来 或者是赶紧给它 倒出来这样子 千万不要让心里边纯水 要不然会容易烂心 文竹欲强光 三天就发黄 文竹呢 它是不喜欢强光暴晒的 喜欢那种阴阴凉凉的 一个散射光 因为它的叶子呢 是那种真状的 它的一个耐旱能力 比较优秀 很多的花耳呢 就习惯性的往上面喷水 一喷水一暴晒 这个叶子黄的可快了 还有一个点就是 文竹呢 基本上不存在这个 选苗育苗这一块 就是说 是大面积播种的 有个别的苗子呢 就是你让神仙 它也养不是特别好 所以这花耳门 也要盖在这个点 文竹不喜欢强光暴晒 耐旱能力强 不要喷水 综合这几个点 好了 很不错的一个博主 分享的一些个 很简单通俗的 一些个经验 希望画文呢 一定要有一双火眼睛睛 去辨别哪些是对的 哪些是错的 关注了花一 养花推转一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